在上期视频中 我重新回归动物园 准备养殖点新动物 可谁知我们的老朋友检察官来了 要我尽快地凑齐借款 无奈之下 我只好另想起谋 在检察官的推荐下 我来到了美国的俄勒冈州 帮助别人兼养动物园 赚取拥金 自此展开了我的打工之路 我研究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分析出了这个园区的 游客稀少的原因 这里的地势偏远 而且交通不便 周围的城市常住人口稀少 为此我给动物园的老板 提出了一项建议 直接开通一趟专列 专门向动物园输送游客 这里解释一下专列的意思 其次还需要解决内在原因 提高动物园的物种数量 所以必须引进新动物 才能吸引游客 希望园区的老板可以加快进度 接下来就需要我发挥了 这里地势平坦 但是园区的实用面积 却少得可怜 我需要继续扩建规模 OK简单的扩建了几个漆地 然后把门票调整一下 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 美国俄勒冈州人的平均月工资是 3000美元左右 所以我把成人票价调整到30元 算是相当优惠了 儿童票免费 这也是动物园的常用手法 园区发展前期就靠它来吸引游客呀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另外我还需要在电视上 投放动物园的广告 为此来增加更多的游客 我还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动物园现在日亏损非常严重 汇哥确实是 这里的动物种类不多 但是数量却非常多 尤其是火烈鸟 无节制的疯狂繁殖 别的不说 吃东西得钱全是高消费呀 还有企鹅 本来就是珍贵动物 生活条件又很苛刻 这么多太费钱 而且还没有游客 亏损太高了 汇哥 这个动物园 好像没什么员工啊 都没有人 打理欺利 你去看看吧 我刚发现 这里加起来 一共就这几个人 而且都还没有分配工作区 看来老板是真的不会经营呀 典型的人傻钱多 再应聘几个员工 我需要给员工布置任务 规划区域 OK 搞定 这哪是让我整顿呀 分明是又重新开了一家动物园 汇哥 汇哥 好消息 老板快马加鞭 买了一种新动物 好像是一种海报 你快去看看吧 好 老板总算是干点人事了 走 去看一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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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海豹科中的一种大型海豹 名为龟海豹 是生活在大西洋的海生哺乳动物 成年体重能达到300公斤左右 在刚出生的时候 外表会有蓬松的容貌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就会慢慢的变成秃子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它虽然体型很重 但丝毫不影响在水中游泳 伸手矫健 不过长相确实是有点憨 OK 初步整顿完毕 现在就等着游客们了 我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应该问题不大 世界第一园长的称号 可不是浪得虚名 哎呀 我去 来了 这不是来了吗 啊 名号是保住了 为了扩大影响力 我决定给第一位进场的游客 实行终身免门票政策 慧哥 动物园内 没有盈利性质的商户 这可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啊 哦 对了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动物园当时 就是商业街特别赚钱呀 不过今日天色已晚 等明天我们再来 进一步的整改动物园 以现在的进度来看 500万营业额只日可待